我的朋友说我们生得好似父母,尤其是对眼和鼻子。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天明和他的妹妹生得与父母相似? 一般来说,子女的爱貌都生得与父母相似。 我们可能拥有父亲的一些性状,同时也拥有母亲的一些性状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让性状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过程,称为遗传。 在受精时,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结合,遗传就发生了。 精子再有父亲的部分遗传物质,而卵就再有母亲的部分遗传物质。 合子再有父母二人的遗传物质。 因此,子女会同时拥有父亲和母亲的部分性状。 由于子女遗传了父母的性状,我们可以透过制作遗传性状树,来分析一个性状在家庭中的遗传情况。 让我们来学习遗传性状树常用的符号和数字。 在遗传性状树中,方形代表男性,圆形代表女性。 男性和女性之间以一条横线相连,表示他们已婚。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则以一个特别线条相连。 罗马数字顺序表示各个世代。 阿拉伯数字表示各个个体。 让我们在以下活动分析性状如何在家庭中遗传。 它是一个家庭的遗传性状树。 它展示了头发类型在该家庭中的遗传情况。 父母、个体一和二的性状是什么呢? 根据图例,父母的性状是卷发。 第二代中有多少个个体拥有直发呢? 我们来看看第二代,当中有两个个体拥有直发。 如果个体11是直发的男性,而个体12是卷发的女性, 他们的相关符号分别是什么呢? 根据图例,我们可以用红色方形代表个体11, 并以白色圆形表示个体12。 如果发生了很多事,我们可以看这个预线其中处理一下。 我们可以看这个预线的小预线。